小明星 你好… 大家好 我不是正義模仁 是這邊是真的太誇張 太離譜了 沒有… 現在正義模仁可多了 我告訴你 今天運氣很好 兩個專家來到我們現場 有警方代表 是的… 這位溫文爾雅 講起話來 溫文爾雅 出手很狠 旁邊這位是犯案的人 不是 律師 是我們方是不是 律師 資歷六年 律師好 姐 律師你好… 你好… 對…等一下也要給他們提出來 正義模仁這個我們要先聊一下 好不好 請問一下 怎麼了 現在還有檢舉獎金嗎 對 沒有嗎 喊中藥… 怎麼樣 現在的話 環保局的丟垃圾有檢舉獎金 還是有 丟垃圾 對 交通 不能亂丟 但交通部分大部分是沒有 丟垃圾有啦 丟垃圾有 一般的這種道路交通檢舉 停紅線 超車那種 都是沒有獎金的 這樣沒有 但是就是 因為現在警察比較忙 所以其實限縮了很多檢舉的項目 很多都不能檢舉的 以前是有的嗎 最近才改的 就是最近把它變少了 對 可以檢舉的範圍變少了 不要把台灣變成一個 秘密警察的一個地方 你被檢舉通常都鄰居 才看得到啊 就隔壁的人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人情味就不來了 是不是這樣 人跟人 我們左鄰右舍 同一個對門 鐵門對門 樓梯間這樣 對面要出門先看看 對面有沒有動靜 對 確認每一樓都在想打開 他出來 趕快關門的 對 貓眼看一下 所以從那個攝影機裡面 監視器看 監視器有看到那個 每一層樓 這比如七樓的公寓對不對 他們要走下來對不對 或者電梯有沒有 每一樓都在跳Tango 哪見聞他從你們見光 是不是這樣 對 對不對 掌聲鼓勵一下對不對 鼓勵什麼啦 你發聲鼓勵一下 今天這幾位他們是來陳情的 對 他們都這樣覺得自己其實是對的 可是有沒有可能聽起來 根本就正義魔人 來…音符 來… 來…跟我說 車頭口被圍停車輛 堵死只能花錢另找停車位 我先說我真的不是正義魔人 你告訴我 我家是在台中最大的夜市旁邊 所以每晚我們家外面那邊 都會有圍停 它就會有 逢甲夜市 不是 是太原夜市 之前更大間這樣 然後那邊就是整條就是 因為他們那附近夜市太難 太難停車了 所以一開始是單排的圍停 後來變並排的圍停 最後是把我們家的車到整個堵死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請那個主委說 不好意思 可以去問說能不能去畫個紅線 還是安排那什麼三角錐 不要讓他們停 對啊 不然我們要怎麼停回家 是… 然後但那時候他們也是說 好像真的不方便 他們有去問 可是好像那個程序要走很久 每天來的都不一樣人 對 抓不到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變成 因為他整個堵死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只能稍微並排 然後我進去要找主委 請他們幫忙解決 就鄰居…就是檢舉他以為 我可能也是那個違停的 然後我就被檢舉說違停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 然後停車也是因為停不下去 然後我最後居然要停到一個 離我家走路要半小時的停車場 我家只要停車位不能停 然後我要停個大老遠 然後繞這麼遠 真的滿值得生氣的 很讓人家生氣 然後我後來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覺得說天啊 不行 我這樣不能一天到晚都為了這些車 然後我自己回不了家 我就請警察來 總該可以讓我回家吧 結果警察跟我說 沒辦法脫掉 只能開單 不能脫掉 我還是回不了家 脫掉… 脫掉 因為妳想找大偉的律師 大偉 大偉這邊 這裡有一個 剪大偉 很大位 我想想 為什麼音符他會被檢舉呢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拍照對不對 可是紅線不能拍照檢舉 可是並排停車可以拍照檢舉 所以你那時候大概 紅線不能拍照檢舉 現在不行… 那紅線能幹嘛 可以打電話叫警察來開單 光是要處理那個東西 拍照檢舉的 就已經忙不完了 所以他們現在是禁止的 不給你 而且紅線檢舉的警察 兩部機車是檢舉的 一部是巡邏的 有分事喔 在業吧 不一樣 你是常常 常常是違規吧 沒有 其實比較好的方法還是一樣 因為違規停車兩小時可以從 重覆檢舉一次 是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多一點時間 請主委吧 常常打電話 讓他變成一個檢舉熱點 或者是比較有 因為剛剛有講到為什麼不脫掉 對 因為其實依據各縣市的這個 處理原則 脫掉原則 巷弄內原則不脫 對… 因為你在為什麼你知道巷弄裡面 你脫掉反而造成交通堵塞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們他可能有拒絕你去脫的原因 如果今天他沒有紅線的話 其實要脫掉確實比較難 因為警方在執法的時候 他的裁法依據 還是會以紅線為充分的準則 不過我覺得音符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家前面沒有紅線 要怎麼樣才可以有紅線 自己畫 不行 自己畫 自己畫 警方也會 綜藝 怎麼辦 怎麼辦 總不能去拜月老吧 要有紅線 憲哥很可愛 不可以自己畫 不要自己畫 我不能自己畫 要找李獎去會同交通局去會看說 我們確實有這個必要去畫設紅線 如果真的有長期的這樣困擾 是可以去做一個這樣的協調 不過我們就算進行舉發沒有脫掉 可是我們派出所同樣也會用 車級的系統去查詢車主的電話 聯絡離開 為什麼會塞車 是因為你們開放這麼多車啊 是不是這樣 在新加坡為什麼 烏捷路 Rush Hour Rush Hour 沒有堵車 舒舒服服 我說那我現在經過這裡很貴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扣分 要有個扣分 車子過去 然後我就扣換 你要用路的你就付費 只能現在只能這樣 但因為新加坡真的太小了 新加坡車子為什麼會少 因為車子很貴 它一副車子台灣接近三倍的價格 對 Toyota要200萬啊 對啊 好辛苦喔 在那邊生活好辛苦 還要擁車證 對 你才能夠開 擁有這個車子的證證 新加坡很多很棒的法令證 可以取發 第二條 來看起來 來… 好 來… 辛苦你… 第二條 即使對方在今天去抽菸 非但繼續抽還出嚴恐嚇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不太清楚 到底哪些地方不能抽菸 還有哪些可抽哪些不能抽 例如說像我身邊就有很多朋友 會在室內抽電子菸 可是因為其實對我們這種 不抽菸的人來講 就算是電子菸 它聞起來是甜甜的 但是它是二手菸 可是它就會 對 然後它就會說 這是電子菸怎麼了嗎 像有一次我跟我的一個閨蜜 還有她的小朋友 我們就去一間那種露天的咖啡廳 門口就有人在抽菸 然後那個味道就很重 然後小朋友就開始咳… 很不舒服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要過去 然後跟這個人 就好生好氣的說不好意思 那個可不可以請妳不要抽菸 然後因為說實在 這邊也是學校附近 應該是本來就不能抽菸 小朋友就覺得不舒服 結果那個人就見小燈最起 然後就整個火大 然後就說什麼 什麼妳這在丟難啊 這裡是室外 也沒有禁止抽菸 為什麼我不能抽 那時候我就一直跟她講說 真的… 就是我們那個室內也刻滿了 然後我們真的沒辦法 不好意思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她就更生氣了 她就說我告訴妳 我認識很多明袋 然後我也找立委來 我告訴妳 而且重點是什麼 我這是雪茄不是菸 然後我就怎麼問她 妳是不是吐到我爸 我爸就是跟我說這種話 她就這樣 妳就這樣 妳說雪茄不是菸 再久一點妳又說雪茄不是雪茄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對方好像很兇 而且對方最後還跟我說 我告訴你們 我們已經認得妳長什麼樣子了 我想說現在在恐嚇嗎 重點還在於這個地方能不能抽 對不對 應該是先講雪茄是菸 在定義上 煉子菸也是菸 而且不典然用嚼煙草也算抽菸 嚼煙草也算 對…這個比較奇怪 至於說禁煙區的部分 學校圍牆外十公尺內不能抽 對啊 那個有規定的 那如果有貼那張No smoking 也不能抽 室內也幾乎都不能抽 美術館 體育館的外面也不能抽 可是像剛剛妳講的 那可能是棋樓吧 只能說就勸導啦 沒有辦法去進行開罰 不過後面她說要妳出入小提這點 這個加上她前面講什麼認識明代 黑白之類的 這可能會構成恐嚇罪 其實這業務是屬於衛生局的業務 就算警察到場 她也只是幫助寫地 協助搜尋第三方的警政 最後還是韓國衛生局 但是如果 比如說你遇到類似恐嚇的行為 很多台灣人就是也是膽子也很大 說被威脅 就說好啊…來啊…沒誰 誰會怕誰 討厭這樣 對 但這種會建議不要回情緒性的資源 因為你到了法庭上 因為恐嚇罪要讓人家 有一個構成要監視心聲畏懼 法官可能會覺得你還可以回嘴 可能你就沒有構成心聲畏懼的咬間 會讓你回嘴就不順 對 裝弱 假裝很害怕這樣 你這樣教人家也不太對 重點是當下我們也不可能 手機拿起來在那邊錄 或什麼要怎麼證明呢 而且這樣很危險 因為容易激怒對方 還是建議就是說 因為店家都有監視器 到時候請警察去調就可以了 所以調監視器證明 他當時有抽菸 這也同時也可以取締對不對 環保如果還違法的話 對 看那裡可不可以嗎 其實你拍照 就可以直接去檢舉到衛生局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言論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記錄 rule 感谢观看